12月19日,甘肃省基石山县发生了6.1级特大地震 由于地震时间在凌晨,很多人都在熟睡当中 所以这场地震也造成了很多的伤亡 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的人民们都表示悲痛 同时各方也展开了紧急救援 韩红基金会也一如以往带助救援团队立马奔赴甘肃省基石山县 他向甘肃支援了100万元人民币和100万元的救援物资 而让大家泪目的是韩红在向甘肃捐赠的物资当中 几乎都是防寒物资 现在甘肃的温度已经零下十几度 在这个时候防寒物资确实是不容耽搁的 而在所有捐款的人当中 唯独韩红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虽然韩红基金会捐款的数量不是最多的 但是他切实地考虑到了灾区人民所需要的是什么 他还通过自己的基金会号照演一圈的明星们进行物资捐赠 像迪丽热巴、王一博等等明星 已经在陆续地向韩红基金会进行物资捐赠 金额已达到700多万人民币 除了这些明星之外 还有两家音乐公司也进行了捐赠 韩红平级一己之力 能够号照着魔多眼异计的人士进行捐款 也实属不易 除了策划捐款之外 韩红还率领基金会的人远赶赴灾区 在灾区搭建了会诊帐篷 为镇区人们发放物资的同时 对他们进行简单的诊断 这种觉悟可不是一般基金会能够做到 19日凌晨发生6.1级地震之后 在21日又发生了4.1级地震 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说基石删线是极度危险的 而在这个时候 韩红能够带领基金会的人们赶赴灾区 奔赴到一线 而不是简单的捐款和捐赠 韩红的做法真的是很让人民感动 在捐赠的物资当中 除了贴心地准备防寒物资 在食品上 韩红还特地选取了清真食品 完全地照顾到了甘肃回族人民只吃清真食品 韩红的做法不仅感动了灾区的人民 再感动了无数的网友 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歌手 韩红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而他却在自己最红最有能力的时候 选择投身公益事业 韩红出生于西藏的一个小山村 小时候的生活并不富裕 他从小就展露出来自己的音乐天分 在上高中的时候 得到了老师的赏识 开始学习了音乐 最终凭借着自己优秀的天赋 和老师的提拔 韩红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 出道之后的韩红 并没有一炮而红 而是在发表了第一张专辑 《雪域高原》之后 就销声匿迹了 但是他并没有气馁 在2000年央视3.15晚会的时候 韩红演唱了歌曲《天亮了》 由于登上了央视的舞台 再加上韩红深情并茂地表演 他的歌唱事也终于有了起色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 韩红成立了爱心救援团队 赶赴灾区展开了救援 当时的镇区惨烈的状况 让韩红大味震惊 也就是待在汶川救援的那段时间 让他坚定了要成立基金会这件事 可韩红的救援远不止2008年的 这场汶川大地震 早在1999年贵州特大缆车事件的时候 韩红就前往灾区进行救援 也就是在那起事故当中 他收养了缆车事故的小男孩 而他在2003年3.15晚会上唱的 《天亮了》就是受这件事情的影响 正是因为义无反顾 不计后果地去前往贵州进行救援 他才体会到了人间疾苦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才让韩红再次爆红 所以善良的人总会有回报的 2012年 韩红在北京正式成立了 韩红慈善基金会 韩红慈善基金会是一个特殊的基金会 它不同于以往的基金会 是面向全社会或者是某一个公司的善款 它是第一个以艺人身份成立的基金会 而且针对的几乎全市圈内的演艺人士 大部分演艺人士的收入都是比较高的 而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 大家捐款的管道都比较稀少 现在韩红成立了这个基金会之后 演艺界的明星们都可以通过 韩红慈善基金会进行捐赠 而且与韩红关系好的圈内人士 还可以报名参加现场持员 像此前河南遭受水灾的时候 王一博就曾跟隋韩红前往郑州救援 要是没有韩红慈善基金会的话 他们不一定能够和演艺圈内的人员联络如此紧密 在2019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韩红在收到消息之后就立马准备了捐款和物资 而且他在第一时间率领救援队和救护车前往了武汉 那个时候的灾区所有人都避而不及 可是韩红却丝毫不畏惧 他只想把公益事业做到位 而当时还有网友在网上说 所有的救援物资当中最先收到的就是韩红的捐赠 而且他也是第一批持员的明星 疫情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而韩红在武汉的那段时间几乎日夜颠倒 非常劳累 他甚至晕倒在了救援的路上 可是他在醒来的第一刻却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 第一时间询问的就是疫情状况如何 当时的新闻也对韩红加以报道 无数人都因为韩红的行为所感动 可是好景不长 2020年初全国疫情都特别的紧张 可在这个时候 微博上有一十名用户公开对韩红提出质疑 表示韩红一直在利用韩红慈善基金会做出不利的勾当 他说韩红基金会的账目没有公式 而且年度审核也不做 捐赠者实际捐赠的金额到了韩红基金会手上 再度捐赠出去就打了折扣 而且他还声称韩红私自挪用三亿元的捐款用在自己的身上 他甚至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贴了韩红的照片 要知道这种实名举报不成功的话 可是会担上法律责任的 在他刚开始实名举报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站在韩红这边的 网友们一致认为 疫情导致各行各业不景气 所以这位举报人是想利用韩红来为自己的账号涨粉 后来这位网友更是申巴了韩红基金会过去几年的明细 甚至写了十几篇诋毁韩红的文章 最后有关部门注意到了相关内容 他们表示接到举报会深入调查韩红基金会的账目问题 正是因为有关部门展开了调查 导致韩红慈善基金会遭受了重创 在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期间 基金会的业务也一再耽搁 在有心人士和水军的误导下 一些网友也开始站在了韩红的对立面 都开始指责韩红利用公益事业来为自己谋取暴力 面对这些情况 韩红并没有做出什么回应 他只是在尽自己的权力配合有关部门调查 想尽快为自己的基金会洗脱嫌疑 以求基金会能够正常步入正轨工作 而这位举报者在一定程度上真的赢了 因为他通过这件事情确实一夜之间涨粉十几万 而韩红在一片骂名之中仍然坚持著作慈善 直到今年受邀出席节目的时候 韩红才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谈到此事 他表示他做慈善从来不是为了他自己 因为他深知灾难对人类的摧毁 所以他在自己成名之后 他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做到物尽其用 说到自己所受的质疑 韩红一度红了眼眶 表示不知道这些人的意图为何 按照当下的社会来说 难不成就是为了涨粉卖货吗 那要是涨粉通过其他管道不可以吗 非要去靠黑韩红才能成功吗 韩红甚至表示黑他也没石膜 可是他现在黑的是整个韩红慈善基金会 他的那些没有经过脑子的言论 导致了韩红基金会的工作无法正常运行 这才是最受打击的 韩红表示他仍旧会坚持做住公益事业 因为对他来说公益事业就是他的全部 甘肃大地震当中 韩红又一次通过轻身实践来打了那帮喷子的脸 像韩红这样热衷公益事业的明星 真的是没有及格 他现在完全是放弃了自己的歌手事业 一心投奔到慈善事业当中 想一下娱乐圈当中的哪个人可以放弃自己的事业 完全做住公益呢 奉献爱心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值得赞扬 虽然近年国家有难 韩红每一次都是第一时间赶赴到灾区现场 但是他每一次的出现都会引起不和谐的声音 不知道他是太高调了 还是明星身份原因引起极大的关注度 韩红这一次甘肃地震出发前在社交平台发文了 网友纷纷在评论区留下不同的观点与想法 在不久前 有官方发布了最新消息 第一阶段搜救行动结束 将转入震灾救助阶段 呼吁社会救援力量撤离 网友们看到这消息后 表示 韩红基金会还在路上 这一趟可能路费要白花 关于公益事情 韩红曾经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 除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祝福 同时 自己会继续坚持下去 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说 我虽然病了 但我的心是坚强的 我会用我的力量和智慧 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去温暖和希望 韩红投身公益事夜早就不是新鲜的事情了 他曾经为筹集善款 当时的他在舞台上十分激动泪流满面 并且下跪答谢捐款人士 也可以说 韩红是一个非常豁得出去的人 另一边 韩红在舞台上的这一个举动 引来有些网友的不满 并说 韩红是在作秀 并将他推到热搜榜 韩红是藏族人 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 解放军艺术学院 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 有专业能力 他有一副深厚又独特的嗓音 代表作品有 青藏高原 天路 天亮了 醒了 来吧 等 韩红颜值 外表一点也不出众 在娱乐圈发展根本就不占优势 不过 他凭借实力 征服了无数的歌迷 韩红早在年轻时 就在乐坛上闯出了自己的名堂 有一定的江湖地位 可惜这位大明星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他的打扮与普通人没有区别 众所周知 明星每一次曝光在大众眼前 都是光鲜亮丽 身材保持得很鲜瘦 而韩红身材肥胖 作为女明星的她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 也不会刻意去减肥 穿着也很普通 很接地气 明星吸金能力强 住豪宅 子女独名校 出行豪车 一身名牌出行 有人这么说 韩红是中国最穷的女明星 韩红接受一档节目采访时大方回应说 这些年一直在捐款 快捐空了 在镜头前毫不掩饰内心的想法 当然纳摩多年来韩红一直努力筹集善款 既有选择的能力 也能承受外界的各种声音 在这个利益社会 韩红却做起慈善事业 无论外界如何质疑 她始终都是有能力将慈善事业做好 而且是尽心尽力去做 但是比起被攻击 更让人觉得难得的是 韩红不管外界如何争议 她都选择坚持前行做自己想做的慈善事业 虽然韩红近些年较少在乐坛发展 但是每一次做慈善事业都会引起极大的话题度 说白了 外界嘲讽也好 攻击也罢 谁不阻挡不了韩红的选择